讲作业3-3要用的东西,那你其实也不用紧张,就是作业3-3是bonus,所以这个是可做可不做的。 好,作业3-3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是unsupervised conditional generation。 conditional generation我们上周已经讲过了,就是machine输入一个东西,然后输出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conditional generation。那我们前在作业3-2的时候,大家也做过这个conditional generation,但我们之前做的conditional generation是supervised。 举例来说在作业3-2里面,我们是收集了很多image,这些image都有它对应的文字,你才能够train一个conditional generation,吃文字,output image。 但这边我们想要讨论的是conditional generation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做到unsupervised。 其实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conditional generation它可以是unsupervised。 举例来说呢,它可以是unsupervised的。举例来说,假设你有一个domain x 的image,它们是real的photo,是风景上。 你有domain y 的image,它们是范骨的画作。 那你可以设一个generator,给它一张real的image,它output的image看起来就像是范骨的画作。 而你在training的时候,你并不需要label的data。 一般我们要train这种generator,如果是supervised conditional generation,你需要label,告诉它说,看到这样子的input,应该有什么样的output。 input,红法这个句子,那output就是一个红头法的角色,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今天假设你是要做这种比较类似风格转换的task,你是要把一张风景照转成范骨的画作。 你可以收集到一堆风景照,你可以收集到一堆范骨的画作,但是你其实收集不到它们之间的link。 因为假设你收集一张风景照是日月潭,范骨没有去过日月潭,所以它画作里面也没有日月潭,所以你也根本就没有办法label这种link。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做到unsupervised conditional generation,只有两堆data,我们自己学到说,怎么从其中一堆转到另外一堆。 那其实这样的技术有很多的应用,不是只能够用在影像上,虽然你今天你在文献上看到的多数的application都是影像,但是在语音或文字上,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类似的事情的,那之后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那conditional generation到底要怎么做呢? 这个unsupervised conditional generation,我在文献上做一下,我设备一下文献,我认为说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做法。 第一大类的做法是直接转,什么意思?直接认一个generator,input x domain的东西,想办法转成 y domain的东西。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说,这样子的generator到底要怎么认出来。 那在经验上,如果你今天要做这种,用的是这种direct transformation的方法,你的input、output没有办法真的差太多。 今天这个generator,你给它一个input,output它通常只能够小改而已。 如果是影像的话,它通常能够改的就是颜色啊,质地啊,所以如果是那种画风转换,真实的图片转成泛骨的画作的风格,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用第一个方法来实验。 那今天假设你要转的input和output差距很大,它们不是只有在颜色、纹理上面的转换的话,那你就要用到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这样,假设你今天要做的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例子,今天的技术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是了。 等一下助教其实会demo一下他自己做出来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技术做不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了。 那这个怎么做呢? 如果今天你的input和output差距很大,比如说你要把真人转成动画人物,那真人跟动画人物就是不像,它不是你改改颜色或改改文理就可以成真人转成动画人物的。 那怎么办?你先认一个encoder,比如说第一个encoder做的事情就是吃一张人脸的图,然后他把人脸的特征抽出来。 他把这张脸的特征抽出来,比如说这是男的,这是有戴眼镜的。 接下来你生一个decoder,这个decoder他画出来的就是动画的人物,他根据你input的这个人脸的特征,比如说是男的,是有戴眼镜的,去生出一个对应的角色。 如果你input、output真的差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件事。 那知道罪业三就是一个bonus吗?那根据过去的经验,会有非常多人做那个就是真人的脸转动画人物这样子,很多人会做这个。 但是过去通常比较多人是用cycle game 做,结果都还蛮失败的,因为动画人物的脸就是跟真的脸不像啊。 你如果做动画人物转真人的脸,你可以考虑一下,第二个做法做起来,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先来讲第一个做法。好,第一个做法是怎么做的呢?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个做法呢,是说我们要link generator,这个generator input x-domain的东西要转成 y-domain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x-domain的东西有一堆,y-domain的东西有一堆,但是合起来的pair,没有,我们没有他们中间的link。 那generator怎么知道给一个x-domain的东西要offer什么样 y-domain的东西呢? 若是supervised running当然没有问题,但现在是unsupervised的。 generator怎么知道怎么产生y-domain的东西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y-domain的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是,他看到很多y-domain的image。 所以给他一张image,他可以鉴别说这张image是x-domain的image还是y-domain的image。 接下来discriminator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一张image,他会判断说他是x-domain还是y-domain。 接下来generator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去骗过discriminator。 如果generator可以产生一张image去骗过discriminator,那generator产生出来的image就会像是一张y-domain的image。 如果y-domain现在是泛骨画作,generator产生出来的open就会像是泛骨的画作, 因为discriminator知道泛骨的画作长的是什么样子。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generator它可以产生像泛骨画作的东西,但完全可以产生一个跟input无关的东西。 你举例来说,他可能就学到说他画这张字画像就可以骗过discriminator, 因为这张字画像确实很像是泛骨画的,但是这张字画像跟输入的图片完全没有任何半毛钱的关系,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让generator骗过discriminator就好,同时我们希望,generator不知道骗过discriminator, generator的输入和输出是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那在文献上就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等一下会讲cycle game,这个是最知名的做法。 那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无视这个问题,知道吗?直接做下去。 事实上有人试过,直接做下去也做得起来。 举例来说你在做那个cycle game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会做那个码转斑码转码, 那cycle game有个cycle consistency的loss,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但事实上拔掉那个cycle consistency的loss,你还是可以把码转成斑码,还是walk。 所以其实今天的一个可能性是无视这个问题,直接就让一个generator, 让一个discriminator,看看握不握。 为什么这样子有机会可以walk呢? 因为generator的input跟output,其实不会差太多。 就假设你的generator没有很深,那input总不会你input这个图片,然后output一个放股的自画像。 这问题也差太多了。所以今天其实generator,如果你没有特别要求他的话, 他其实喜欢input就跟output差不多,所以你给他这张图片,他其实不太想要改太多, 他希望改一点点就骗过discriminator就好,他不想要改太多。 所以今天你直接认一个这样子的generator,这样的discriminator,不加额外的content, 其实也是会walk的,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在下面这个文献里面,他就尝试说,如果今天generator比较shallow,比较shallow, 因为它比较浅,所以input跟output会特别像。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做额外的content,就可以把这个generator认起来。 那如果你今天generator很深,而generator很deep,有很多层, 那它就可以真的让input、output非常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处理,免得让input跟output变成完全不一样的image。 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不要管它。 第二个方法是这样,你去拿一个pretrend好的内容,比如说VGG之类的, 拿一个pretrend好的内容,接下来呢,你把这个generator的input跟output 通通丢给这个pretrend好的内容,都丢给这个pretrend好的内容, 然后得到比如说output一个embedding。 接下来你在trend的时候,generator一方面会想要骗过discriminator, 让它output的image看起来像是范骨的花朵。 但是同时呢,这个generator它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它会希望这个pretrend的model,他们的embedding的output,不要差太多。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两个vector没有差太多, 所以代表说这张图跟这张图就不会差太多, generator的input跟output就不会差太多。 这个是第二个做法。 第三个做法就是大家所熟知的cycle gain。 那在cycle gain里面呢,你要trend一个xdomain到ydomain的generator, 你同时trend一个ydomain到xdomain的generator。 这个ydomain到xdomain的generator,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说,给它一张ydomain的图。 我觉得现在input一张风景的话,第一个generator把它转成ydomain的图, 接下来第二个generator把它转成ydomain的图, 还原回原来一模一样的图。 因为现在除了遍破discriminator以外, generator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要让input跟output越像越好。 为了让input跟output越像越好, 你就不可以在中间产生一个完全无关的图。 如果在这边产生一个范骨的字画像, 第二个generator就无法从范骨的字画像, 还原成一模原来的风景画。 因为它已经完全不知道说原来的输入是什么了。 所以这张图片必须要保留有原来输入的资讯, 那这样第二个generator才可以根据这张图片, 转为原来的image。 那这个呢,就是cycle gap。 这样,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input一张image转换以后要能够转得回来, 这个两次转换要转得回来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cycle consistency。 那cycle gap呢,你可以做双向的。 所谓双向的意思是说, 本来有A domain转X, X domain转Y domain, Y domain转X domain。 现在呢,你在占另外一个tap, 把Y domain的图丢进来, 然后呢,把它转成X domain的图。 同时你要一个discriminator, 确保说今天这个generator它output的图像是X domain的图。 接下来再把X domain的图呢, 转回原来Y domain的图, 一样希望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同时去train, 这边有一个generator, 这边是第二个generator, 有两个discriminator。 你就会把这两个generator, 这两个discriminator一起去train, 然后这个就是cycle gap。 这个是这样啦, 有人用cycle gap把所有的动画角色转成银色头发。 但我惊奇的并不是说cycle gap可以把所有角色转成银色头发, 而是这个人在银色头发到底有多么的执着这样子。 可以找一下他的call在这边。 好,那其实cycle gap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cycle gap的一个问题就是, 今年的Nips有一篇paper叫做cycle gap, a method of stem, 这个怎么念啊? scanography, scanography, scanography是什么呢? scanography是引血数, 就是说cycle gap会把input的东西藏起来, 然后在output的时候再把它呈现出来。 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paper里面就举一个例子, 他说这是input, 那这个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真实的空拍照, 转成这个看起来像是卫星的图。 这个input是这张图片, 然后第一个generator把它转成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generator可以把它还原。 那你发现这个input和output是蛮像的, 举例来说这个屋顶上有一些黑点, 在recontract回来以后还是有一些黑点。 但神奇的地方是, 中间的这个image它是没有黑点的。 那machine怎么知道说这个屋顶应该是要有黑点的呢? 就input是有黑点的, 那没有问题,output也是有黑点的, 但是中间的这个中间的产物居然是没有黑点的。 如果你只看到这张图, 对第二generator来说, 如果你只看到这张图, 屋顶上是没有黑点的, 你是怎么知道上面应该要产生黑点的呢? 所以有一个可能是今天cycle game, 它虽然有cycle consistency的loss, 强迫你input跟output要越像越好, 但是generator它有很强的能力把资讯藏在人看不出来的地方。 比如说这些你要怎么如何recontract的一张image的资讯, 可能是藏在这张image里面, 它可能用非常非常小的数值藏在image里面让你看不出来。 也许这个屋顶上仍然是有黑点的,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今天cycle game会藏资讯, 那就失去cycle consistency的意义了。 因为cycle consistency的意义就是为了要让output的image, 第一个generator output的image跟input不要差太多。 但如果今天generator它很擅长长资讯, 然后再自己解回来, 那这个output的image就会变成有可能跟input的image差距很大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上代研究的问题, 就是cycle consistency不一定有用, 我们许可能会自己学到一些方法去避开cycle consistency, 带给你的conference。 那在文献上呢,除了cycle game的话, 你等会看到其他的game, 比如说dual game、disco game, 这三个东西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没有什么不同, 就不同的人居然在几乎同样的时间提出一样的方法, 然后summit到不同的conference。 人类的想法真的是很神奇, 就大家想的方法都差不多, 你自己是仔细看看, 这些方法其实就跟cycle game是一样的啦。 那现在还有一招呢, 叫做star game, star game是什么呢? star game是说, 我们在做cycle game的时候, 你只能够把X domain转成Y domain, 但有时候你会有一个需求是, 你有多个domain, 你要用多个domain互转, 比如说你有四个domain, 你要在四个domain间互转, 那这样理论上呢, 你就应该选择, 你就要学出C4取二个transformation的network, 才能够在四个domain间做互转。 那star game他做的事情是, 他只认了一个generator, 但就可以在多个domain间互转。 那其实等一下助教会demo那个star game的结果啦。 好, 那我们这边就很快的, 很快的来, 这个你可能在作业上你也用不上啦, 不过还是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star game, 那如果你有细节的问题的话, 你再去check一下那个paper, 在star game里面是怎样呢? 在star game里面呢, 你要认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他会做两件事, 首先给他一张image, 他要鉴别说这张image是real的还是fake, 那再来呢, 他要去鉴别说这张image它来自于哪一个domain, 然后在star game里面呢, 你只需要认一个generator就好, 这个generator它的input啊, 是一张图片, 跟你的目标的domain, 就是你现在要把这张input的image, 转成哪一个domain, 它要有一个目标的domain, 然后呢, 它根据这个image, 根据这个目标的domain, 就把新的image把它生成出来, 接下来再把这个同样的image呢, 丢给同一个generator, 把这张image丢, fake generate 出来的image丢给同个generator, 然后再告诉他说, 现在原来input的image是哪一个domain, 然后再用这个generator合回另外一张图片, 那你要希望这边的input跟这边的output, 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cycle consistency 的loss嘛, 我们刚才在讲cycle件的时候说, input一张image, 你要还原回一模一样的image, 你经过两次转换以后, 还原回一模一样的image, 那对, 这个generator来说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告诉他说, 你把input image转成target domain, 他就转了, 接下来呢, 再告诉generator说, 给你这张转出来的image, 再给你原来的domain, 你要转回一模一样的image,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了解, 那这个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就是要确认说, 这张转出来的image到底对不对, 那确认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这张转出来的image看起来有没有真实, 再来就是, 这张转出来的image, 它是不是我们要的那个target domain, 它是不是我们要的target domain, 而且generator要去想办法骗过discriminator。 这边是一个比较realistic的例子, 这些图都是从paper里面写出来的, 它实在是画作太好了, 所以我就没有重做了。 这个target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near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是一张image, 它首先要判断它是real的还是fade, 同时它要判断说, 这个image来自于哪一个domain, 事实上在原始的paper里面, 它的domain并不是说就是五个domain, 而是每一个domain都有一组编码, 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domain, 而是说, 你可以说我要一个黑头发的角色, 要一个男性的角色, 要一个年轻的角色, 这样子叫做一个domain, 所以它domain可以有很多个, 不是只有数个而已。 所以今天是说给它这张image, 这张image属于哪个domain呢? 这边编码是00101, 00101, 它就是一个合色头发, 然后年轻的角色。 这个discriminator要学到说, 看到这张图片必须要知道说, 它是合色头发, 是年轻的。 那怎么确认这个generator呢? 你在确认这个generator的时候就是, 你跟generator说, input这张图片, 我们想要把它转domain 10011, 10011是什么呢? 10011是10011, 是黑色头发男性然后年轻, 所以就把这张图片转成一个黑色头发的图片, 它本来是棕色头发, 然后再转成黑色头发,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黑色头发的图片也丢回原来generator, 然后跟它说, 现在要转00101, 00101是什么呢? 00101是棕色头发年轻的角色, 所以它就把这个角色转回棕色头发, 那你希望input跟output的图片越接近越好, 这个是cycle consistency的loss, 那接下来呢, 你要用discriminator去确保说这个output的image, 一方面它是realistic的,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今天output的image, 你希望output10011, 也就是黑头发男性年轻的角色, 这个discriminator看到这张图片, 必须要能够判断出它是10011, 它是一个黑头发男性年轻的角色, 这个呢, 就是star game, 下一张图举的例子也是一模一样, 就这边有一个人, 他是生气的domain, 然后呢, 今天目标就是要把它转成效口常开的domain, 要变成效口常开, 然后discriminator确认说这张图片不只看起来真实, 而且要看起来像是效口常开, 然后今天这个generator说把这张图片再转回生气的样子, 要转回生气的样子, 希望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这个是star game, 好, 那第二个做法呢, 第二个做法是这个我们刚才有讲过说呢, 我们就是要认一个encoder, 然后呢, 把一张input的图片转到某一个latent的space, 然后再从latent的space把它转回来, 那你用这个技术可以做到比较大的转换, 不过我们在这边先稍微暂停休息一下十分钟, 十分钟后再回来好了, 好, 我们来上课吧, 好, 第二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是这样, 第二个做法是说, 我们现在要把image project到一个, 假设我们现在要转的, 要input是一个image的话, 我们把input的option, 投影到某一个latent的space, 再用decoder把它合回来, 那假设你今天有两个domain, 一个是人的domain, 真人的人物头像的domain, 一个是动画人物的domain, 那你今天想要在这两个domain间互相转换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今天呢, 需要一个xdomain的encoder, 看到一张真人的头像, 就把它的特征抽出来, 看到一个ydomain的encoder, 看到真的头像, 就把它特征抽出来, 那xdomain的encoder和ydomain的encoder, 它们可能是不一样的, 它们的参数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人脸和动画人物的脸还是有一些差别, 所以这两个network呢, 不见得是一样的network, 那你有个xdomain的encoder, 吃这个image它会抽出它的attribute, 那所谓的attribute, 就是一个latent的vector, 就是你因不一张image, 这个encoder的output就是一个latent的vector, 你因不一张image, 这个encoder y的output就是一个latent的vector, 接下来把这个latent的vector丢到decoder里面, 丢到decoder里面, 如果丢到xdomain的decoder, 它产生出来的就是真实人物的人脸, 如果是丢到ydomain的decoder, 它产生出来的就是二次元人物的人脸, 就这样, 这是我们希望最后可以达到的结果是, 你给他一张真人的人脸, 透过xdomain的encoder, 抽出latent的representation, 那这个latent的representation, 它是一个vector, 但我们期待说这个vector的每一个dimension, 就代表了input这张图片的某种特征, 有没有带眼镜是什么性别等等, 接下来你用ydomain decoder, 吃这个vector, 根据这个vector里面所表示的人脸的特征, 合出一张ydomain的图, 我们希望做到这件事,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今天我们有xdomain跟ydomain之间的对应关系, 要做到这件事非常容易, 因为就是一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是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的问题, 只有xdomain的image跟ydomain的image, 它们是分开的, 那怎么train这些encoder跟这些decoder呢? 那也可以这样train, 这两个encoderx跟decoderx合起来, 组成一个autoencoder, input上xdomain的图, 让它recontract为原来xdomain的图, 那你让ydomain的encoder跟ydomain的decoder组成一个autoencoder, input一个xdomain, ydomain的图, recontract回原来ydomain的图,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autoencoder在train的时候, 它们都是要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用这样的方法, 你确实可以得到两个encoder, 两个decoder, 但是这样会造成的问题是, 这两个encoder这两个decoder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这边你还可以多做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把discriminator加进来, 你可以train一个xdomain discriminator, 强迫这个decoder的output看起来像是xdomain的图, 因为我们知道说, 假设如果你只认autoencoder, 你只去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decoder output的image会很模糊, 那你如果不要让你的decoder的output的image模糊, 那你就会想要加一个discriminator, 那这个discriminator呢, 它就是吃这张image, 然后呢, 鉴别它是不是xdomain的图, 有一个ydomain的discriminator, 它吃它这张image, 鉴别它是不是ydomain的图, 这样你会强迫你的xdomain的decoder跟ydomain的decoder, 它们output的image都比较realistic,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encoder加这个decoder加这个discriminator, 它们三个合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VAE gain, 对不对? 我们三个堂课有讲一个东西叫做VAE gain, 它可以看作是强化VAE, 或者可以看作是用gain强化VAE, 也看作是用VAE来强化gain, 都可以, 所以这个encoder加这个decoder加这个discriminator合起来, 是一个VAE gain, 这个encoder加这个decoder加这个discriminator合起来, 它是另外一个VAE gain, 但是因为这两个VAE gain, 它们的training是完全分开的, 完全各自独立的, 所以实际上training完以后, 你会发现它们的latent space, 可能意思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丢一张这张人脸进去, 变成一个vector, 你把这个vector丢到这张图片里面, 搞不好它产生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图片, 因为今天这两组autoencoder, 它是分开圈的, 也许上面这组autoencoder, 是用这个latent vector的第一维代表性别, 第二维代表有没有带眼镜, 下面这个是用第三维代表性别, 第四维有没有带眼镜,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做不起来, 因为你input这张image, 它变成一个vector, 在解回来的时候, 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图片, 也就是说, 今天x这一群encoder跟decoder, 还有y这群encoder跟decoder, 他们用的language是不一样的, 他们说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所以encoder吐出一个东西, x被xdomain的encoder吐出一个东西, 要将ydomain的decoder吃下去, 它output, 并不会跟xdomain的encoder的input有任何的关联性,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解决这件事? 怎么解决这件事? 所以在文献上,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解法。 一个常见的解法呢, 是你让这个encoder跟decoder, 不同domain的encoder跟decoder, 他们的参数是被拍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说encoder有好几个heathen layer, 那xdomainencoder有好几个heathen layer, ydomainencoder也有好几个heathen layer, 那你希望他们最后的几个heathen layer参数是共用的, 他们共用同一组参数。 那可能前面几个layer是不一样的, 但最后几个layer必须是共用的。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的好处是说, 因为他们最后几个heathen layer是共用的, 也许, 因为透过最后几个heathen layer是共用的, 会让这两个encoder把image压到同样的, 压到latent space的时候, 他们的latent space是同一个latent space, 他们的latent space会用同样的dimension 来表示同样的人脸的特征。 那这样的技术呢, 被用在couple game跟unit里面。 那像这种share参数的task, 它最极端的状况就是, 这两个encoder共用同一组参数, 就是同一个encoder, 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吃一个flag, 代表说, 现在要encode的image是来自于xdomain, 还是于ydomain。 大家知道意思吗? 就是说,同一个encoder, 但是input给他xdomain的image的时候, 你要顺便给他一个数值, 比如说1, 然后input ydomain的image的时候, 你给他另外一个数值, 比如说-1, 让他知道说, 现在encoder的是xdomain, 还是ydomain的image。 如果你今天要share参数的话, 最极端的状况就是这样, 最极端的状况是, 两个encoder, 他们参数完全一样, 只是给他们不同的input flag, 让他们知道说, 现在以后的image不是在同一个domain上, 是不同的domain。 好, 那这个是第一招, 那还有很多满坑满谷的招式,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 加一个domain的discriminator。 那这个概念跟那个, 我们刚才在前一堂课讲过的, 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原来xdomain跟ydomain都是自己搞自己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再加一个domain discriminator, 这个domain discriminator要做的事情是, 给他这个latent vector, 他去判断说, 这个vector是来自于xdomain的image, 还是来自于ydomain的image。 这个domain discriminator要判断说, 这个x呢, 这个vector呢, 它是从xdomain的image来的, 还是从ydomain的image来的。 然后你的这两个encoder, xdomain encoder跟ydomain encoder,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想要去骗过这个domain的discriminator。 那domain discriminator, 没办法凭借这个vector, 就判断说, 它是来自于xdomain, 还是ydomain。 如果今天domain的discriminator, 无法判断说, 这个vector是来自于xdomain和ydomain, 这样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今天这个domain的image跟这个domain的image, 它们都变成code的时候, 它们的distribution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distribution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可以假设说, 假设比如说真人, 因为它们的distribution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就可以期待同样的维度, 就代表了同样的意思。 举例来说, 假设真人的照片, 男女比例是一比一, 动画人物的照片, 男女比例也是一比一,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假设是一比一。 因为男女的比例都是一比一, 最后如果你要让两个domain的feature, 它的distribution一样, 那你就要用同一个维度来存这个男女比例是一比一的feature, 如果是信品都用第一维来存, 这样它们的distribution才会变得一样。 所以假设你今天的这两个domain, 它们的attribute的distribution是一样的, 比如说男女的比例是一样的, 有戴眼睛跟没戴眼睛的比例是一样的, 长发短发比例是一样的, 那你也许期待说, 透过domain discriminator, 强迫这两个domain的embedding的latent feature 要是一样的时候, 那它们就会用同样的dimension 来表示同样的事情, 代表是同样的characteristic。 那这个又是一招, 那还有其他的招数, 许乐来说也可以用cycle的consistency, 怎么做呢? 把这张image透过xencoder变成code, 再透过y的decoder把它解回来, 然后把这张image再丢给ydomain的encoder, 再透过xdomain的decoder把它解回来, 然后希望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就是cycle consistency。 那如果把这个技术跟cycle gain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刚才说cycle gain就是有两个formation的内容, 那你的encoder, xdomain encoder加ydomain decoder, 它们合起来就是从xdomain转到ydomain, 然后你这边有一个discriminator确定说, 这个image看起来像不像是ydomain的image。 接下来呢, 你再从这边进来, 把这张image透过ydomain, 透过ydomain的encoder跟xdomain的decoder 转回原来的image, 那你希望input的image跟output的image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跟cycle gain的training,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原来在cycle gain里面我们说, 从xdomain到ydomain generated就是一个network, 我们没有把它特别切成encoder跟decoder, 只是在这边, 我们会把它切成, 把xdomain到ydomain的network切成说, 它有一个xdomain的encoder, 它有一个ydomain的decoder, 从ydomain到xdomain的network, 我们说它有一个ydomain的encoder, 它有一个xdomain的decoder, network的架构不太一样, 然后中间的那个latent的space是share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这个training的quiterion, 其实就是一样。 那像这样的技术啊, 就用在combo gain里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gain, 就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gain就是了。 好,那还有一个叫做semantic consistency, 那semantic consistency是这样, 你把一张图片丢进来, 然后把它变成code,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把这个code用ydomain的decoder把它合回来, 再把ydomain的image丢到ydomain的encoder, 再把它合回来, 那你希望透过xdomain的encoder encode, 跟ydomain的encoder encode, 它的这个code要越接近越好。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 我们本来在做cycle consistency的时候, 你算的是这张image跟这张image, 算是两个image之间的similarity, 那如果是image和image之间的similarity, 你通常算的是这种pixelwise的similarity, 你没有考虑semantic, 你看它们表象像不像。 那如果是在这个latent space上面考虑的话, 那你就是算它们的semantic像不像。 你算它们的latent code像不像, 意思就是说, 你要算它们的semantic像不像。 这个技术可以用在xgain里面, 又有一个xgain,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x, 所以你也可以叫它xgain。 那其实你就是可以把世界二次元化了, 那这个是网络上一个现成的code, 叫Kawaii Creator, 它用的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技术, 但是这个是比较旧的code, 所以有点不一样, 你会看到主要用unit做出来的结果。 那其实转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啦, 就这边有两个死臭酸仔,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转成萌妹子这样子。 你可能会问说这个技术有什么用这样, 这个技术很有用, 这个技术很有用,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大力推广这种技术, 为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说, 比如说大家线上课程, 我都是不露脸的, 因为大家看到我的脸可能就会很生气, 那如果是萌妹子的脸,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高兴, 这是一个理由。 因为理由就是说, 未来外星人会给我们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知道吗? 就会把所有东西都二次去二维化, 所以我们需要赶快把自己二维化, 才可以走开降维打击。 这就是未来我们应该要全力发展的技术。 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让世界二次元化, 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作业三次赛, 看看你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好, 那其实也可以做到Voice Conversion, Voice Conversion是什么呢? Voice Conversion就是把A的声音转成B的声音, 那这个技术一点都不稀奇, 20年前阿利博士就已经做过了, 这技术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过去在阿利博士的时代是怎么做的呢? 过去的Voice Conversion, 要做的话, 你就是要收集两个人的声音, 就是讲讲把A的声音转成B的声音, 你就把A找来念五十句话, B找来也念五十句话, 他们要念一样的句子, 就A说How are you? B也就说How are you? A说Good morning, B就说Good morning. 接下来怎么做? 你完全可以想象怎么做? 认一个model, 比如说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是一个A的声音, 然后转成B的声音, 就结束了, 这就是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problem, 对不对? 但这样的技术有很大的缺陷, 举例来说, 假如你想把你的声音转成星元节一的声音, 那个时间得把星元节一请来, 跟你念一样的五十句的句子, 而且我们就在退一万步说, 你真的请到星元节一好了, 其实也不会说中文, 所以他没办法跟你念同样的句子, 所以怎么办? 我们需要用Game的技术, 我们用今天学到的那些技术, 你就可以在两堆声音间做互转, 你只要需要收集speaker A的声音, 再收集speaker B的声音, 它们两个甚至可以说的就是不同的语言, 一个说中文, 一个说英文, 用刚才讲的那个cycle game, 又不是cycle game, 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二个方法, 做下去, 你就可以看看说, 你能不能够把A的声音, 转成B的声音。 其实这边有一个demo啦, 我们先给一个同学试了一下, 看一下是弄不弄得起来。 好,我接一下麦克服, 接一下喇叭。 好,这边就是要把A的声音转成B的声音。 好,A是我。 好,有外国人啊, 他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 好,我再说一句话。 欢迎加入台湾的声音。 好,用外国人的声音应念一下。 欢迎加入台湾的声音。 就是可以用那个女人的声音, 就用那个外国人的声音念一下这样子。 他是外国人, 他不会说中文, 所以他就是要有外国腔这样子。 他就是要有外国腔。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那怎么不直接做一个personalized的TTS就好了呢? 你就收集这个外国人的声音, 然后就作为他的一个语音合成系统, 输入文字, 合出他的声音就好。 但是这种voice conversion, 它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你今天他要保留有原来的那个说话人的种种的情绪啊, 语调啊, 在里面。 举例来说, 不过等一下那个例子是没有特别成功啊, 老实说, 等一下那个例子没有特别成功。 举例来说, 我其实是用植物, 我是用唱的。 我试试看行不行。 诶, 等一下, 我试试看行不行。 诶, 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听出来的就是, Do you want to build a no man? 就是因为现在都没有人要念佛吧, 所以教会都会唱这首歌这样子。 那这首歌里面, 你就是保有我们的情绪这样子, 你要感到我们希望在看念佛事的殷勤肯切。 所以我们今天在转成语音的时候, 希望那个殷勤肯切的情绪也让它保留在里面, 虽然说其实没有特别成功。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调有变, 可能跟预期的不太一样就是了, 但是反正就是可以转成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样。 所以以后就是, 比如说我想要说服你念佛拜的声音, 可能听到我声音很讨厌, 谁没办法说服你。 那种心缘结义的声音可能就可以说服你这样子。 不愿意的声音可能就可以说服你了。 不愿意的声音可能就有点点。 如果您就会认识一下, 你会认识一下吧。 你会认识一下。 我会认识一下。 你会认识一下。